俄罗斯总统普丁亲自出席 有二版达沃斯之称的圣彼得堡经济论坛 一开口火药味十足 横抢西方制裁注定失败 更表示过去美国独霸全球的时代早就结束 开战后遭西方制裁国际品牌纷纷出走 但这些入侵乌克兰引发的代价 普丁视若无睹坚称经济没问题 更把战争掀起的粮食危机推得一干二净 正常论坛宛如普丁出气筒 毛起来很酸西方 突然温情喊话呼吁寡头企业家回国投资 视讯致辞不忘加码再酸欧美 普丁登高一呼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当然没有缺席 这个月26号金砖领袖会议也即将登场 中俄经济结盟对抗西方意味浓厚 照片中一名男子坐在箱子上 一人则是洗地而坐 双手都被反保 看起来十分狼狈 俄国电视台公布最新画面 表示这两人就是到乌克兰作战的美国公民 如今被俘虏后关押在顿巴斯地区 被俘虏的Alex 过去在陆军预备一服役 曾被派遣到科威特和伊拉克 而另一位27岁的Andy 同样也是退役的海军陆战队 除了这两人以外 还有一位退休的海军陆战队上尉 同样也在四月份就下落不明 据了解他被关在俄军控制的赫尔松 这也是战争以来首批被俄军俘虏的美国人 但克里蒙尼公却一问三不知 拜登落下重话 毕竟战争情势瞬息万变 白色光点集中目标随即爆炸 乌克兰军方宣布最新战果 利用鱼叉飞弹 将俄军的瓦西里贝赫号救援舰集成 同样是飞弹划过天际 但却是落在乌东的平民村庄 踩烟踩带齐发 中国解放军第三艘航母17号进行下水仪式 是中国完全自主设计建造 首艘弹射型航舰命名福建舰 不同于中国前两艘航母 辽宁号跟山东号属于护航舰 福建舰则踩全通式甲板电磁弹射起飞 等于舰载战斗机可以满载起飞 也能起降空中预警机 可能比美国海军福特号 使用电磁弹射技术更纯熟 军事专家更分析 中共第三艘航母命名福建舰 可能对台有政治意涵 如果面对中国海军战力再提升 台湾也能靠不对称兵器反制 AGM-158C远程反线飞弹 射程达930公里 台湾积极争取将美国购买当中 若未来美方同意 势必对我国防战力更增添主力 好 欢迎接近的新交流来宾 首先介绍的是被疫的陆军少将于北辰 大家好 于将军 再来介绍的是时事评论员周伟航 大家好 我们来看一下中国现在态势摆出来了 台湾海峡不是国际海域 这是什么意思 对没有错 他试图要把这个台湾海峡 变成他的内海 他说是他的经济海域 然后意思就是说 他要封锁台湾海峡 你们这都不能过来 那美国当然不会当 把它当做一回事 美国不仅要 不仅否认他所说的说 这个地方是你的内海 他美国跟我们台湾的说法都一样 这是国际海域国际航道 而且当美国这么讲的时候 不就代表台湾中国一边一国 不然那是国际航道 本来就是国际航道国家 然后往南 美国不仅会过台湾海峡 每个月一次 而且还会故意到南海 就跟你绕一绕绕一绕 那最近因为 那么最近有一件事情 就是中国不是大张旗鼓的 003号的这个航空母舰 突然间改名字 大概去算过笔划 江苏号可能比较不吉利 所以改成胡建号 不是的 他是摆明了拍习近平马蜜 顺便要对准台湾来的 不是私狼又是郑成功 意思都是要收复台湾嘛 他意思就这样 不过大家不要害怕 为什么呢 那么这个所谓的003 虽然是他们这个 自己做的这个航空母舰 不过对台湾的影响 没有那么大 要注意的是后面的004 因为004号称说要用核子动力就对了 他现在三艘的这个山东号 辽宁号福建号 全部都不是核子动力 都小以为了 你看过航空母舰 那个在不用雷 不用雷达抓他们的航空母舰 只要远远人看 那个黑黑暗冒出来 就知道航空母舰来了 他烧油的 所以为什么美国 没有把他们放在眼里的原因 就是这样子 中国国民党的这个 以前的军纪立委都直接讲了 三个 中共三个航空母舰战斗群的 战斗力等于美国一个而已 为什么 因为很简单 因为我如果是美军的话 我们航母战斗群 对航母战斗群 我不会去打你的航母战斗群 跟护卫舰 我打你的油料补给舰就好了 为什么 我把你奶妈给打掉了 你这个妈宝就再见了 你知道吗 是没有油了以后 变得歪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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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歪 变得这个样 美国七年半都不需要换那个核子 这个相关的染料棒就对了 那除此之外 最近又做了一件事 习近平跟普丁通电话了 通电话了以后 当然有他的政治目的 有趣的是不是通话内容 有趣的是会后的记者会 俄罗斯说得这样 尤其在军事上 好像跟中国两个人 两个人一对保 然后伙伴关系 有说一大堆 结果有意思的是 中国在这个部分 避开军事的部分不谈 也就是说中国其实很聪明 他在这件事情 你可以发现 他也是你说 他跟俄罗斯是铁甘兄弟 说一大堆 但是他可以跟俄罗斯买 便宜买石油 可是他就不敢在军事上支援 这个俄罗斯任何的东西 避免被制裁 因为经济制裁 不好意思 你俄罗斯被经济制裁 已经很严重 对中国来讲 他如果万一被经济制裁的话 他的伤害是非常大 尤其在上海 这个龙头已经封了两个多月 经济造那么一种伤害的情况下 不過事实上过去 在老蒋时期 一九七十年之前 国军是可以封锁 台湾海峡的 但一九七十年 一个很特殊的事件 在老蒋的眼皮子底下 解放军的舰队 他真的通过了台湾海峡 一九七十年以前 台湾在台湾海峡 享有绝对的优势 你要讲说台湾海峡 是中华民国的内海 其实这个可以说得通 我们没有制空权 我们有制海权 海上我们有杨志浩 阿贡不敢经过 空中我们的飞机 是可以贴着中国的沿海这样飞 福建广东就贴着飞 我飞机直接飞过去看你 你也不敢上来打我 好 那当时国军的战力 可以延伸到这个样子 那什么时候第一次突破 也就是共军从北往南呢 当时发生了一个所谓 西沙海战 在一九七十年初 其实这个状态从一九七三年底 开始讲起 当时越战打到最后面 美军要走了嘛 美军要走的时候就 我有些船 就交给你这个不成才的南越政府 南越政府一下拿到船 不得了 我好像东西变多了 他就派了一些舰队去占了 当时的共军控制 十字控制的南沙 当然共军是在几个岛上有人 南沙那么岛那么多嘛 那越南的陆战队 就去多占了一些共军 比较没那么厉害的岛了 好 共军就火了 你就跑来趁机吃火豆腐 我要扁你 可是要扁人 他发现当时海军 中国海军力量太薄弱 他把所谓的南海舰队掉去 发现总盾数 大概一艘游轮的程度而已 太弱了 所以他急着要从北边 比如说江苏 那边去钓一些比较大的船 把它钓下来 可是要钓下来 过去1974年以前 老共要往南去支援海南岛 他要从台湾海峡的东边 也就是台湾的东岸上绕过去 绕到下面去他才敢绕 为什么呢 台湾海峡上面有杨志豪的 美国的驱逐舰 我们现在的舰都没有杨志豪那么大 所以原则上来说老共会说经过的时候 老蒋要是开我们起炮 不要讲说去细杀救援了 我们自己都需要救援了 好当时他们就在考量说 到底该怎么办 可是要论水面舰的盾位 真的共军当时海军实际上是不能打 就是南海的舰队实在是不行 一定需要增援 所以当时他们的指挥官 海军的指挥官 就请示毛泽东 毛泽东就下去吧 试看看 走看看 好 共军真的出发 可是他们出发的过程 是一路贴着他们的海岸线走 完全不敢进到海岸线 完全是走阿共的领海 十二海里这样慢慢贴的走 当时在乌丘的东边海域 有我们的杨志豪的舰队群 但是就在这个时候 杨志豪的舰队群做了一个动作 他主动的退到了海峡中线以东 本来乌丘乌丘海峡以西了 他主动退到海峡中线以东 那就让这个所谓共军解放海军 他可以慢慢贴到海岸 慢慢往南往南 好 这往南的过程 国军不是放了他不管 国军的飞机一直在看 一直在上面盯着看 盯到什么 然后他进了汕头港 彻底停在那边之后 国军飞机踩走 你看当时国军 不要讲什么ADIG 直接都飞到人家的上空在那边看的 好 但是这一次成功通过之后 共军就有一个想法 是不是因为去打越南了 老蒋毕竟也是个中华民族 所以就让他这个舰队 往后稍微推点 让我们的残弱的舰队 可以这样过去 是不是有这个想法 不过随着后续的资料解密 2010年相关的解密寺庙显示 共军还真的就是这样想 认为老蒋是讲民族大义 所以让他们下去 不过就国军这边的档案 国军是非常详实的 从一开始他们的作战计划 就一路全部破解了 所以国军早就知道他要哪下 也知道他要去 这个去跟南越去作战 所以在一切资料状况下 为什么没有揭露 那一些学者就分析了 并不是老蒋不想打 而是可能考虑到 当时老蒋身体已经不好 他担心没办法指挥战士 所以才这个就是 如果是要打不是要打我们 是要去这个南部资源的话 去南海资源的话 那就算了放他一码 不过死力一开 接下来共军就越来越常通过 那后来海峡中线以西 那原则上我们就尽量不过去 甚至到后来我们的飞机 也不太挂海峡中线以西 所以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跟我们对岸 还有台湾的军力的对称性 是有直接的关系的 好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那老共真是经非习笔了 当初我们有各方面的优势 来控制住台湾海峡 现在呢 现在老共可以控制台湾海峡吗 控制台湾海峡 如果很容易的话早就控制了 那因为我们曾经控制过台湾海峡 那就是在 就是刚才伟航老师讲的 那个是我们非常空优海优 最强的年代 还要有美国第七舰队来防 来协防才能够控制 因为大家想想看 这个台湾海峡怎么控制 第一个兵力控制 我长期要有好几艘军舰 在台湾海峡南北守住 有任何船只接近 我就要告诉你 对不起这是中国的海域 不准接近赶快离开 这是兵力 哇这多累啊 这多累 一天二十四小时在那边漂泊 定谋来回巡航 那太累了 第二个方式叫做火力封锁 你所有的船只只要一来 我只要扫描到 告诉你 你不能接近 接近好就把你打沉 你敢吗 你敢吗 每天光吃到基隆 到台中 到高雄 这些港口的船只 全世界的国际船只 有多少 你来一艘十万吨的货轮 很多吧 非常常见 对不对 各大港务公司 货轮随便都超过十万吨 你一艘十万吨的船接近 你敢不敢打 如果我硬要来 你敢不敢打 中国就说 没关系 我告诉你 我003号福建号下水了 下水之后 我2024年就服役了 我只要把这个 003号的航母战斗群 往那个台湾海峡 那边一放 台湾海峡就封锁了 你以为什么 你放了一艘八仙过海 在那个地方挡住吗 所有的船只进来 你把人家是当成 都是塞海 都很好欺负的 我符咒一弄 桃木舰一耍 你就飞走了 不可能 你又不是白连轿 你又不是这个 这个道教收邀 没有办法 所以要封锁台湾海峡 如果这么容易 他早就封锁了 那现在我讲 为什么现在 这个整个 这个普丁 跟习近平两个绑在一起 他们两个要互相取暖 因为普丁就不断的说 我对于乌克兰 那是叫做 特殊的军事行动 不是战争 所以习近平就想到 太棒了 大哥虽然打得很难难看的 不过至少听起来 有点道理 所以他在6月16号 也实行了一个 军队非战争行动的 一个药缸 一个药领 那是什么意思 那不就是跟 这个俄罗斯打乌克兰 一模一样吗 那可能就讲说 那他会不会 就用这个方式 在台湾海峡 搞一个非战争的军事行动 来阻止所有的船只 对 我告诉大家 普丁是普丁 习近平是习近平 因为普丁来打乌克兰 他的国内只有多少 1.4亿人 1.4亿人而已 他的粮食 他的状况 他的经济 其实被砍还没那么痛 因为他只有1.4亿人 可是习近平的痛是10倍 他14亿人 他的痛是10倍 光封一个上海 他就快封了 对不对 光开个二十大 他头发都快抓光了 你现在你要封台湾海峡 你要跟全世界宣战 所有的船只过来 你就要把他打沉 要不然就把他赶走 习近平不发疯了 这整个都封掉 所以我讲 他只是对国际喊话 他只是对美国喊话 然后试试看 我这样子一喊 美国是不是军舰就不敢来了 我这样子一喊 日本是不是就绕到 这个东太平洋以外 就不敢走台湾海峡了 但是我要跟大家保证 这件事情他一喊 他一喊说台湾海峡 是中国的内海以后 我们的台湾海峡 会非常的热闹 更多人来 高雄港 台中港 基隆港 会每天传满为患 大家都要来 为什么呢 不来就是属辣 你知道吗 不来就是胆小鬼 日本怎么敢当胆小鬼 日本说 我是美国授权的亚洲队长 如果连我日本都不敢来 那谁还敢来 日本未来他的出云号 我觉得不久就会来 就会来台湾海峡 来朝圣一下 乌克兰的事情 对习近平的打击太大了 因为他心里想 全世界排名第二军武国家 居然打了一百 一百一十几天 到现在还在那边纠结 那么你看解放军 他的军力虽然很强 可解放军内部的矛盾 远远胜过俄罗斯的军队 因为解放军 对于他们的海军 吃掉这么多国防预算 其实他们各大军区很有意见 非常有意见 因为预算就这么多 你光是三个航母战斗群 吃掉了他全军多少预算 他们这些海军二炮 还有各种部队都在吃味 然后你弄了一个航母 又没有任何战功 对不对 你敢不敢跟美国去对峙一下 你敢不敢跟其他的国家 来一较长才 他都没办法 因为他只能跟俄罗斯 联合演训 他不可能参加环太平洋2022 他更不可能参加 任何违和的演习 因为他就是和平的麻烦制造者 所以他只能跟俄罗斯 可是俄罗斯这一次在黑海 表现的实在太好了 动不动就集成 动不动就变鱼胶 对于渔业 那个海底的一个生态 是造成了很大的一个优势 所以让很多鱼可以躲 可是对于海军 是非常丢脸的 所以如果中国是能跟俄罗斯 一起来做海上的协同演习 不但没有加分 反而丢脸 所以说习近平 赶快要做一件事 为什么他甲板上 弄了95个字 都是习近平的演讲稿 把它盖住 因为这个电磁弹射系统 说句实话 我真的很想看 我真的很想看 我真的想看看 他们所谓的中国人的骄傲 到底有多骄傲 你说他们把习近平的演讲 贴在哪里 甲板上 甲板啊 还有笨蛋 甲板上 整个把电磁弹射系统 全部盖住 完全看不到 我们是要看电磁弹射系统 我们不是要看习近平的演讲稿 只有傻瓜 才会把福建号的位置 放在台湾海峡中间 因为台湾海峡 根本不需要航母战斗群 距离太近 一台大的目标放那个地方 你是嫌我们的飞弹 找不到目标吗 好 这就是这个专制国家 真的很会造神 居然在甲板上 用他们这个主席的这个讲稿 好 再来看一下 中国在内控方面 其实真的是做到淋漓尽致 我都不知道 中国人民什么时候要站起来 现在连健康 就可以让你的行动 这个无所遁形 现在跟各位说 中共的地方官员 太神奇了 现在跟各位谈一件事情 前两周 我们有跟各位说 河南郑州 一般的利息1.6 我用6% 吸你来 大家就去了 对不对 惨了 发生什么事呢 存户要贪银行的利 结果呢 银行要吃存户的本 我到你们河南去 亲自看一看 结果去呢 先跟各位说 居然利用健康码 直接先给你锁14天 锁完14天之后 让你都没得动 对不对 最后你摸摸鼻子 你就回家去了 那这些存户 后面要怎么办呢 先跟各位说 后面我还真不知道呢 现在跟各位说一件事情 这是有两种存户 被人家吃亏 存户一到那边 本来你从你家出来的时候 你的健康码是绿色的 到那边 各位变成红色 变红色有一定的条件 变红色就是代表 你的健康没有过 你要在那边隔离14天 可是我就没有确诊 你怎么给我变红色 这个就被做手脚了 这么简单就做手脚 然后另外一个 我们再看下面这个 这个也是 然后就很多人就说 奇怪了 为什么他去他是健康的 我去我就变不健康了 原来各位有两种人 哪两种人呢 刚第一个叫存户 我在这个地方存钱的 我有存款的 我变成绿 我变成红马了 第二个是什么呢 我买这些所谓的新建预售屋 但是这些新建预售屋 没有盖出来 我是受灾的这些 只有这两种人受灾 然后后面还有全新的一个案例 这个全新的案例 有一个苦主叫小徐 这个小徐在哪边上班呢 曾神他在天津上班 一定有人跟他塞耳边风 或者是网路有在做提供 为什么呢 他就看到了小米 跟看到了百度的一个广告 他就说对啊 我们这个天津的整个利率这么低 对不对 我就直接开户 开到了郑州去 存多少钱呢 他辛辛苦苦的薪资 跟全家的财产 总共存了六十七万人民币 然后存了六十七万人民币之后呢 本来这些钱存差不多了 总是要后面要新家嘛 对不对 买一间房子 让大家买清楚 过比较好的日子哦 结果这个小徐呢 一趟路现在 因为这笔钱 没有办法做网路移转嘛 他特别还坐火车 跑到河南去哦 到河南去之后呢 咚咚直接红马 然后关十四天 关完十四天之后 看你要不要回去 各位这是亲生的一个案例 这个要怎么办呢 那现在就出现了这种 吊诡的一个状况 我们来看这张 正常人是绿马嘛 绿马就是你到那边 你就正常的一个通行 然后呢 如果是黄马的话呢 先隔离七天 七天之后看情况怎么样 如果后面都好转了 你也可以转成绿马 那红马呢 先跟各位说 红马就直接锁 直接锁多少呢 直接要锁十四天 那现在你用这样子 你不是百名榨赌吗 结果一看呢 还不少人 多少钱呢 据传台币接近一千七百七十亿 有几万人 结果这两天在上海 又一件事情爆锅 为什么一件事情爆锅呢 有那种七十几岁的老奶奶 那个儿媳妇啊 我早上我去领钱啊 妈 你有没有搞错 你两点钟你要去领钱 要赶快去啊 为什么呢 一天只有四十张 结果这个老奶奶 早上两点钟去排队 对不对 去排他排第一个 他就很高兴 觉得心中这块石头放下来了 然后到了早上五点半的时候 先跟各位说四十张发完了 然后很多人早上七八点 哦 银行开了 跑步用手刀 跑步跑步跑去那边 直接广播 对不起 今天所有的存款 四十号已经全部被占满了 你要领钱 明天再来 我们想说这个应该是 那种所谓的卡通故事嘛 结果各位不是哦 这个在哪边呢 这个在中国邮政储蓄银行 直接跟你这样玩 我真的是觉得太夸张了 如果是在台湾市 我们做的钱全摆桌上 你看你要领多少多少 大家不用担心 各位乡亲你就回去 他们那边不是 早上一大早赶快去排队 为什么呢 你要领钱 你要趁早 如果没有排进前四十名的话 你今天就不要买菜 你要付贷款的钱 通通都不能付 结果我们想说 这个只有单一银行吧 应该也还好 据传现在很多上海的银行 都给你出现这种状况 这种状况是什么呢 很简单 银行的钱是不是不够了 还是内神通外鬼 钱被别人洗走了 可是中国不是很少用现金支付了吗 过去很少 他们其实都是网路支付 但这几年先跟各位说 这几年 从大概五年前开始 各位还记得吗 之前台湾满街 都是大陆客的时候 那个大陆客很多 真的有钱人啊 我看在101买东西看了我会怕你知道吗 那个什么银链卡什么的 再刷拼命刷 可是当政府他一收紧哦 例如说很多台商 过去他们的钱 每天这样飞来飞去的 打钱打钱打钱 现在不能打 为什么呢 你一天能够动的 大概就是固定的一个金额 当你不能够打钱的时候 各位你去想 从天津坐火车坐到河南都要坐两天 为了他那些钱 结果人家去之后 登登 你的健康码是红码的 他都很怕你来领钱了 这些银行钱到底跑哪边去 还真没人知道 再来看看日币 日币的这个价格 是跌到史上新低 我发现台湾人真的很爱日本 我认识好几个 包括在座的几个来宾 日币买到真的太多了 我好几个朋友 日币买到真的 我觉得日币能够止跌 完全跟台湾人 有莫大的贡献 没有想到外资 现在还是一直卖 我们来宾会不会变潘 那我们来看 日本的十年级国债期货 那日本呢 其实他这一次跟美国的金融政策 是完全不同调的 美国在收收 日本在扩张 所以他的十年国债 他有一个顶 他有一个上限跟下限 就是正负0.25% 那正负0.25%理论上来讲 那代表我日本政府的一个信用 你只要超过 我就是无限量收购 所以在六月 他无限量收购10兆的日元 等于是放出了六千亿美金 他是放 那美国是收 完全不一样 六月十三号竟然收盘 是0.255 我就突破给你看 谁在卖 日本人不可能卖 日本企业不可能卖 就是外资在卖 外资在测试你 日本政府你真正我都拿了吗 结果六月十五号竟然开盘 跌了2块钱2.01 日本还没收就对了 垄断 垄断就是暂停交易 日本就规定你只能跌2块 你叫我跌2块01 你是挑递的你 结果就是整个 所以日元就一直一直扁 扁到一三四点五五 那一三四点五五 是什麼概念 二十年新低 所以你现在购到的 就是二十年来最少的 但是现在已经有人跳出来了 歐尼亞说 如果日幣扁到一百五十的话 会产生一九九七年的 亚洲金融风暴 这事情大条 因为现在中国已经出来讲话了 你日本这样日幣一直扁 你就是竞争性的扁 中国不愿意让他扁 不是 你因为全世界 你美元在升 大家都在扁嘛 我你是你一直扁 你一直扁到月了 如果到一百五十的话 是一九九零年来的新低 是三十二年来的新低 那已经超过一九九七年了 那这个时候你叫我们怎么办 比如说台湾的工具局 我们讲工具局就好了 全世界我们台湾排名第三名 第一名是德国 第二名日本 第三名台湾 我才能举一个例子 同样功能的工具局 假设德国人卖新台币一百万 日本人卖八十万 台湾卖六十万 合理嘛 大家就按着这样来卖嘛 对不对 结果日幣一直扁 台湾的生意全被抢走了 就买日本跟台湾差不多了嘛 我就逼得不然比台湾 对不对 所以现在中国会跳起来 所以这不是信菜公共的 那你中国去买日币啊 叫中国去买日币嘛 没有 现在两个国家 现在每天都是问四般倒不好啊 现在何来看到美国 那美国现在已经也有人喊出说 哇 这次大条了 因为酒油滴滴 然后通货膨胀 美国跟欧洲都超过七%以上 那美国上个月是八点六 也因为这样子 所以美国升息三嘛 台湾还好 只有升息 本来那天晚上真的是 走得皮皮疼你走 好感谢 寒烈的微笑 我们还要升一马 结果才升零点五 才升半马 所以理论上来讲 台湾现在还好 还好 但是美国现在真的非常的惨 那大家担心说如果美国跟欧洲 欧洲是加起来是全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那美国第一大 欧洲差不多第三大 美国第一大 中国第二大 欧洲第三大 那如果单一国家的话 第三大是日本 那如果说美国跟欧洲都出现 这么严重的一个 一个通货膨胀的话 那你一直升息升息升息 你升息可以把通货膨胀压下来 但是你也一定会把你的经济成长压下去 那经济成长很简单 从繁荣 然后到危机 然后到衰退 然后到萧条 然后到复苏 这是一个循环嘛 所以如果这样的话 很可能就步入到很多人 现在都讲一九三九年的经济危机 当美国如果经济控制不住的时候 他的赤字越来越大的时候 那我可能 我有很多的军队 我可能十万我就变八万 我公务能源开始裁员 不然减薪啊 所以当这样发生的时候 就会产生了一个 逆向的一个循环 这是非常担心的 当然台湾目前来讲 还没有像大家想象那么坏 但是还是看到那个光 那个光什么光 当你看到闪电的时候 马上打雷就要来了 所以现在大家担心 第一个面板 韩国三星已经跟你讲了 我现在不买面板了 我死了 以前你不是跟他说 要买我去年 去年我一直一直做 一直做 你现在向他做 发动就动 你知道吗 结果光是四月份 我们现在是六月 五月的营收 五月的营收已经公布 四月的营收 我们台湾两间面板 已经衰退三成 现在又跟我讲 现在韩国说我不买了 所以很多人说 五月公布出来的业绩 可能是亏钱 我们去年不是赚很多吗 比率不是很低吗 现在亏钱 而且不只是面板 連驱动IC 联勇 敦泰 现在也都受到影响 所以现在这个影响 是整块在一直的蔓延出去 所以现在大家 比较担心的就是 这个不要发生 因为你发生以后 我们台湾很难去 像一九九七年 没有错 台湾是安全度过 问题你还是受到 很大的影响 满收股票的 现在跑 寧願赔售吗 所以说现在要开始要稍微紧缩一下 要赔售 因为外面的这些外面的风风雨雨 暴风雨都不是我们能够控制的 你看川普黑白幕 但是经济搞得还不错 那个整个全日六代大多头 你看他就是可以这样 状况还行 好 这是我们看到的经济 大家要小心 中国 中国现在经济 当然也蠻吃紧的 不能置外于世界 公务员减薪不打紧 现在出现怪招 这个怪招要来救今年要毕业的大学生 这些学生如果通通出炉了 失业率不就很高了吗 有什么怪招 好的 先讲一下 他们的怪招 其实不只一种 各种能够由中央宏观调控 他们全部都调控 近来在山东烟台 留出了一段影片 是山东烟台的这个乡民拍摄的 他拍什么 他在开车开过去 他拍的怎么有警车 这么多警车 那到底是谁在抗争 这个习近平统治下 有人敢抗争 原来是高校高中老师了 中学老师出来抗争 好 那这个地方是 山东烟台的开发新区 有点像 如果大家要去思考那个观念 就像我们有个园区 园区旁边 或者是我们叫新计划区 这样的计划区 他完全都重新新化过 有新的住宅区 新的商场 也有新的学校 所以这个新的学校 是新创了之后 把了非常多优秀人才拉过来 说你看这个开发新区 土地房子都比较值钱 所以搬进来的人 也都比较高档 那要去教育这些人的子女 当然也是比较好的老师 好 你打了这样的名号 吸收了一批老师 可能现在这些老师上街抗议 为什么 这个才是重点 为什么他们要抗议 原来是付不出薪水了 他们已经两年没有发过加班费 两年 大家要注意疫情就是两年 那我们之前一直讲 阿公到底为什么可以PCR 每天在那边塞 到底是在塞 塞什么东西的 要塞就塞 钱到底是从哪里来 就是从这里来 他们地方政府已经都没有现金 因为发薪水就很现实 这个公务员的现金就是薪水里面出的 好 那现在的状况是 这些人两年没有领到加班费 就算了 还要他们回捐 我们在台湾叫回捐 他们叫做回饕 就是你要把已经领到的薪水吐回来 因为没钱 国家没钱 台湾除了民众党 哪有一个单位做这种事 其实有一些社服团体也会 但是我必须要说 他不是掏个五千 掏个一万 他要每个人回掏五到十万人民币 那怎么受得了 开什么玩笑 人家也才领多少钱 你要他掏五到十万人民币回去 他这一半的薪水都要掏回去 所以造反应该的 对 一定要出来抗议 我去吃个饶饭都搞不好还比较好 你现在要我怎么养家 你吃完饶饭还是要吐出五万到十万 对 大不了我都躺在地上 就中国特别多躺平族 除了这些老师之外 其实还有其他地方 也陆陆继续传出减薪 因为要杀是要什么 一份要杀老师 另外一方面 他要杀一班公务员 现在传出上海的公务员 高一点的 像所谓的处级的 要减薪大约四成左右 原来他们的年收入是 三十万人民币 现在一律下砍到二十万 那下一个科长级的 就最近留言的那种交通局的科长 那种等级的 二十四万要减到十五万 二十四万减到十五万 那现在减了九万人民币吗 开什么玩笑 一个月都减了快一万 所以这样子调下来 这公务员 为什么他去调这些公务员 他不会造反 他不要去调武警 不要去调解放军的就好 你这些公务员是能够造反 你要向那些老师出来抗争吗 不敢 好 哪边开始呢 其实就是长三角 江苏 上海 浙江 这边先开始动 那另外呢 包括像是广东的 珠海的 深圳的 也都调 每年年薪大概都降 大概五到八万左右 五到八万也是人民币 不是台币 好 我们台湾之前年改 就已经闹成什么样子 那是砍掉几% 他们这个动辄一砍 十五到四十% 我们那个是动退休金 这是债值的 现金流 这个是现金流 那现在更大的问题是 这些人砍了就算了 还有新人要投入职场 就业市场就不好 我要强调 台湾的失业率是3.64% 大家可能不太会注意失业率 因为台湾要找工作 没有那么难 有非常多地方 永远都是缺大业班 中国的失业率5.9% 比我们台湾高出一大截 那他现在到了毕业潮 六月底要毕业了 非常多人要投入职场 光大学生就一千万人 你要投入职场 那当然中央的抓法 不是直接去抓到这个 个别的大学生 他直接抓这些大专院校 他们叫高校 就是你要给我控制 你的学生的这个就业率 你不要学生这个出去毕业了 找不到工作 我就找你这个校长 找你这个党委书记算账 怎么办呢 怎么办呢 这个上有对策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他们的党委地方 就是学校里面就要求 你要找到工作 拿到入职通知之后 我才给你毕业证实 不会吧 那就反过来嘛 所有毕业 毕业级就业 就是强制就业 那你没有就业 就毕不了业 毕不了业 这个就是 这个就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你上面要我做这个 那我就做这个给你 出来数字就很漂亮 就大家继续 多继续深造这样子 还是保持深造状态 当然除此之外 还有一招 就是有这个 国家统计局的副局长 接受访问的时候就想 现在年轻人出去找不到工作 副局长你做国家统计 你一定知道嘛 4月0你掌握最真实 最真切嘛 就算有造假也是你造假嘛 好 那我问你 你该怎么让年轻人就业 他就讲 年轻人到哪儿要动 灵活一点 家里有车子了 可以去开 类似像台湾的屋子 弟弟打车那种 你去开嘛 有车子就去打车嘛 开那个车子嘛 做外送嘛 没有车子有房子了 把家里房子住出去嘛 就有收入嘛 讲讲啊 简单 但是会事业的人 就是没有车子 没有房子啊 你讲的是反的吧 有车子有房子 谁还会要什么就业问题 我家有房子可以收住 我还救个毛啊 所以现在呢 这个最基本的事情 最寻常的干话 他们都可以非常轻松的 讲出来的时候 实际上代表他们有相当的什么呢 政策数字压力 必须要去调整出这个政策数字 就像PCR所有地方政府都没钱了 怎么办 那公务员都不要领钱 不要领就算了 吐回来给我 因为我还有后面的PCR要付钱 虽然我们常看这个怪招 觉得非常之不可思议 但是中国不一定是地大资源多 人口也够多 所以呢 他就是一个强国 但是呢 在经济急速发展的泡沫化之下 经典的案例就是三亚凤凰岛 对 三亚的凤凰岛你到岛上去之后 一看就说哇 真神奇呢 各位都知道杜拜有个帆船酒店 对不对 人家那个凤凰岛说 人家有一栋算什么 我一次开五栋给你 神奇吧 一栋接一栋 哇 真是漂亮的 那现在呢 我今天早上特别去查 最近真的也崩盘了 现在是基加九 全中国过去大概是2399 2599 3999 都有不同的所谓的套房加飞机票 都可以去 那先跟各位说这个都是饭店 但先跟各位说 这个凤凰岛是人工岛 旁边盖了这个富丽堂皇的饭店 主要是干什么呢 当然是要炒土地嘛 所以他就在他旁边 有七百多栋的公寓 这个公寓那时候先跟各位说 刚出来的时候真的是吓死人了 为什么呢 每平方米 中国大陆是喊平方米的 我们谈完讲平 每平方米你还要乘以 除以0.3025就乘以3 大概乘以3 所以先跟各位说 中国大陆的房价也是挺吓人的 一开始每平方米卖多少呢 七万 卖的时候吓吓叫大家都来买 然后涨涨涨 涨到最高的时候涨到16万 那涨到16万之后呢 最近糟糕了 为什么呢 现在全中国他们都在报一个 叫做房塌啦 塌房事件 那什么叫塌房事件呢 房地产现在要嘛就价格撑不住 要嘛就是没人接嘛 最近呢 居然开始呈现了所谓的死亡交叉 那这个死亡交叉呢 最近跌到多少呢 跌到大概剩五万左右了 哇 这现在后面该要怎么办呢 先跟各位说 过去中国的三亚 一直在称为所谓的东方夏威夷 其实场面非常漂亮 那个地方我去过两次 有一个大麻烦 场面是一个比一个大 可是细节都做得很差 马桶永远都洗不干净 然后他那个床很奇怪 我们那个床 台湾人去都会东摸西摸的 就不希望那种床头有灰尘还是干嘛 他们那个床头的灰尘 永远都洗不干净 我都不知道为什么他们的人员 可能在训练上面是比较弱一点点 但这个地方先跟各位说 中国他们只要任何地方有开发 有开发就会有大头 有大头之后呢 塌房的就会有弊案了 整个所谓的凤凰岛 他之前有一个岛组 这个岛组很神 过去再当一个小讲师 沿路讲来讲的就发现 这样当讲师也不是办法 出来开发土地 结果变成大亨 万丈高楼平地起 最多的时候台币 有一百零二亿的一个身价 最近破产 最近就破产 他资金都压在凤凰岛上 对 最近就破产 但是凤凰岛的问题 不只在这边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所谓的土地开发 他这个算中间 上面还有个更大的头 这个更大的头是谁呢 三亚市的一个市委 他的名字叫同道池 这个同道池最近被判死刑 那为什么被判死刑呢 因为前前后后被收费 收费了大概台币12亿左右 所以目前是重刑 重刑来做整个判 就直接判死刑了 结果现在凤凰岛出事之后 有一个冤大头 这个冤大头是谁呢 这个叫中铁剑 先跟各位说 中国中建 这个中道中建中铁剑 先跟各位说 一个来头一个比一个大 这个中铁剑的前身是谁呢 解放军的工兵 那工兵下岗 没有不需要那么多工兵了 怎么办呢 去做公共工程 所以中铁剑的前身 就是解放军的工兵 但是这个解放军的整个头 叫成分剑 居然就在他58岁的时候 离奇身亡 这些人他们都在全世界做大工程 盖大房子做大铁路 盖大的公路 然后数量之多 人员也都上万个员工 但这些公司都有非常不名誉的公司经营过程 发生什么事你知道吗 这几家公司西方人都说 这也太厉害了 他们家的老板都会在五十多岁的时候 要么就暴毙 要么就突然间死亡 这要享受人生的时候 对 蒸发 有些事好像就不见了 就直接不见了 所以先跟各位说 在中国很多大公司 你觉得好棒啊 当领导了 管这么多人 做国际的一个案件 但突然间发生了什么事 你就要直接在这个地球上消失 但他们的惯例是什么呢 你只要有尊严的消失 不朔及欺奴 所以你们家之前有什么 不管 就你到这边直接 案件就没有了 他消失有可能他躲在 没有没有人就不见了 人可能就消失了 直接死掉 这些中国的大公司 过去这几年 全世界现在都认为 这是非常特别的公司管理案例 为什么呢 中国他们居然可以一个大公司老板 在整个法国还在拍照拍拍 突然间就死了 这种什么事都一直在发生 这个对西方国家觉得很奇怪的 在中国常常发生 那为什么呢 因为他的权力真的太大了 俄罗斯也是 也是跟油气相关事业 常常发生这样的状况 来看看台湾七月汉光演习即将登场了 讲到汉光演习的演习的过程 也有很多有趣的故事 于将军要跟我们分享 所有的官兵汉光演习 在一个礼拜之前的一个月就出去了 所以只要一出去演习 等到再回到营区 是一个月以后的事 就是在外面参风露宿 建庙就睡 不是建庙就拜 建庙就睡 建学校就待 如果学校跟庙都建不到怎么办 那只有到摩阿坡去建地去停车 因为不能扰民 所以很多的老兵不喜欢演习 所以每一次汉光演习要到 老兵就跑跟我讲 报告那个连长 我还有三个月退伍 算是连上资深的士兵 我可不可以留下来看家 报告连长 那这样可以 那我可不可以提前三个月 就不要站晚上的卫兵 福利 老兵的福利 我也是跟他讲 我说老兵 我很尊重你们 可是兵不够用 不能让菜鸟一直都站晚上 会有抱怨 你还是要去站 他就出招了 他就开始 从那天晚上开始 就有新兵跑来跟我反应 说报告连长 车场的卫少闹鬼 我说为什么闹鬼呢 他说因为我站卫兵的时候 我的学长告诉我 后面站了一个 非常长相 非常恐怖的一个日本兵 然后瞪着我 我说为什么呢 他都不知道 我就觉得全身不舒服 我要请福老长 给我心理福了 后来一个两个三个 好几个人 后来就发现 这些遇到鬼的士兵 都是跟那个老兵一起站 只要跟他站卫兵 人都会见鬼 都会见鬼 那我就觉得奇怪 怎么会这样 我就把这个老兵找来 我说怎么回事 你跟我讲一下 他说连长 因为我的八字清 老兵退我八字清 所以鬼会跟着我 所以你不要让我站叶卫兵 叶卫兵会让新兵很害怕 那我这样不行 怎么可以妥协 我就找我们福老长 我们福老长是个研究所毕业的高材生 我说福老长帮个忙 你今天晚上辛苦一下 明天早上那你多睡一个小时 你去跟他们一起站卫兵 你就陪着站 看怎么回事 如果没事就表示他骗人 如果有事 我说那还真要研究一下 那福老长就去陪他站 第二天福老长脸色下的苍白 回来跟我讲 包括连长真的有鬼 我说为什么有鬼 他说因为我跟他站卫兵 站到一半 他就跟我说 福老长不要动 站你后面 后面什么 那个人全脸都是血 然后半边的脸都被炸烂了 然后我说那你没有回头看 这我哪敢回头 他说脖子都僵了 我哪敢回头 不是高学历的吗 对高学历研究所毕业的 他说我哪敢回头 报警 我还想平安退伍 他说这个真的是有鬼 连长你还是不要让他站卫兵好了 我想一想 好今天晚上我去 我陪你站 那我也会怕 我也会怕 我也想安全退伍 我就说这样好了 我传令 帮我做一件事 今天连长去陪他站卫兵的时候 把连旗请出来 我们每个连队都有一个旗 那个旗子是流水的官兵 这个铁打的营房 流水的兵 旗子永远不会换 那上面有很多中魂 我说把旗子请过去 那个老兵一看 报警 拿旗子来干什么 我说没有啊 对不对 连长来陪你站卫兵 旗子可以在那边睡觉 我是一连支掌 旗子一起来跟我站卫兵 我就把那个连旗 直接插在那个老兵的后面 那个泥土上 老兵就跟我站卫兵 那我有配枪 连长有配枪 我就把子弹上膛 就放在枪袋里面 这老兵到了晚上十二点 他说连长不要动 我说 我说为什么不要动 他说你后面有东西 我正要回头 连长真的不要回头 说也奇怪 有一阵冷风吹过来 真的有一阵冷风吹过来 不知道是心理因素还怎样 就冷风吹过来 我还真的不敢回头 你知道 那我心里想 连你都怕了 你连长 我还有带枪 我心里想 如果我回头看到怎么办 对不对 可是我如果不处理的话 以后怎么带兵 就被这个兵给唬了 我就灵机一动 我说你也不要回头 他说为什么 我说在连旗后面 有一票军魂在看着你 都上了刺刀 他说 我说要不要 那我们两个一起回头 要不要 我说一二三不要他爆料 我也不要回头 他也被我吓到 我就说 不管我后面有没有 但是你后面确实有 有一票军魂看着你 这已经上刺刀了 他说他为什么要对待我呢 我说因为 他专打摸鱼打混 你们这些兵 在骗人骗鬼 装神弄鬼 害得大家吓得要死 我说就算我后面是真的 我也不怕 我们是国军 是中魂 如果要的话 对不对 我们连旗的中魂会保护我们 当场这个兵 啪 跪下来 报警长我错了 他说报警长 你可能不要讲出去 我说好 我会帮你保守这个秘密 再也不会说 隔天回去 佛长还来问我 报警长你有沒有看到鬼 我就跟他笑一笑 我说我看到了 但是我发现 有人比鬼还要可怕 他说是谁 我说就是我 他说为什么你会可怕 我说天地有正气 军人更有正气 只要你不怕鬼 鬼就要怕你 但是很多股民觉得说 我真的是宁愿看到鬼 我也不想再让股市继续跌了 会不会再跌 机率好像很高 对机率好像很高 因为美国的六页CPI 是超过预期 到八点六 创历史的新高 也就是说看不到镜头 那美国目前来讲 遇到了三个困难 因为这一次的一个 他的通膨的一个 有三个地方 第一个是油价的高涨 第二个就是食品的一个高涨 第三个是交通 这三个总而言之 原来总之就是石油 如果最近石油 能够往下压的话 那下个月他的CPI 应该会掉下来 但是美国目前 以后也不会完整 第一个 他的通货膨胀实在太高了 41年来新高 第二个就是他通膨以后 变成景气衰退 那景气衰退 又会变成什么 库存调整 台湾现在就面临库存调整 所以现在上个礼拜五 跌了818点 那以目前来看的话 你说光上个礼拜五天下来 跌了818点 对几乎都在跌 所以你会怕 你说现在股票比鬼还可怕的 原因在这边 每天都提心吊胆 每天都在看美国 美国一跌我们就担心了 那这个时候到底怎么办呢 就上次的一个低点 15616 会不会跌破 理论上来讲 纯粹五十点而已 别忘了 可能破的机会很多 因为连台积电505都破了 都破到499 搞不好台积电 应该还会再往下 而且最近有很多 类似的大型股在除息 那除息呢 就会扣掉很多的指数 所以跌破15616 不要怕 跌破理论上来讲 跌破三四百点还没关系 所以现在大家要选择什么 选择有利控的都不要碰 有利多的要打问号 那两支的航运股 很多人套在那边 有一个乞丐上说 不然我是要怎么办 我跟各位报告 6月27号扬名除息20块 现在投信已经跳下去了 他会参与除息